流动电子产品应用影响生活每个部分 这款名为iRecord的产品 将iPhone连接电子雇组合 你可以将鼓手演奏的作品 录在iPhone中并实时播放 喜欢拍照的你 可以考虑这个Body Photo的产品 利用简单的应用程序 就可以将刚刚照下来的相片印出来 和朋友们分享 荷兰品牌Lanco推出这款3D坐地式扬声器 大大改善现实市场上的家庭影响系统 只要一个简约设计的柱形底座 就可以享受到环绕的3D影响效果 3D电影忍想视听之余 3D电影 静想视听之余 拍照 monitor 没 joy 云端计算成为广泛运用的技术 与电子展同期举办的国际资讯科技博览 就举办了移动云计算以智慧手机论坛探讨相关议题 云计算对众小企业来讲更能助他们一臂之力 云计算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它主要就是在你的中端里头可以用到云里头的机源 包括电脑的机源包括传组的机源 也包括网络的机源 我觉得云计算对中小企是特别有用的 因为中小企一般可能是没有机械的数据中心 也没有一些IT的资源的人员 所以他们需要一些帮助 但是云计算就可以提供这个帮助给他们 他们不需要投资在机械的数据中心 也不需要聘请自己的IT人员 这个是很方便 而且这些中小企他们用的应用是比较简单 比方说这些是办公室的应用 一个通讯的应用 或者是一些传组的应用 这些在云计上都是很方便的可以提供的 第九届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及国际资讯科技博览 吸引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 接来采购 i系列产品仍然深受消费者青睐 深圳公司好利威就推出了厚度只有4毫米的背夹电源 1.5个小时就能为你的iPhone补足电力 因为很多其他的充电器就是要给iPhone这样充电的时候呢 它会必须先卸下它的一个保护壳 所以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就是在充电的时候 既让它保持那个薄的圆形 然后又只可以保护苹果手机 然后所以的话 我们就设计出了这一款分离式的 而且超薄的移动电源 它的厚度的话就是4个毫米 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的话 还没有发现如此超薄的一个背夹电源 我相信很多人用iPhone的话 都不喜欢把它变得太厚了 这样子的话就没有用iPhone的意义了 好利威首次在香港推出这款新产品 希望吸引更多的全球买家 这款备载电源呢 我们之前有去过CES和CB 面临的买家只是说美国部分和德国部分 所以我们选择在香港展上 就都隆重地推出这一款 是因为就是说能够面临到世界上 所有的地方的买家 关于互传统市场的需求转变 经届春季电子产品展 竟增设了小批量采购专区 展出超过千种不同类型的电子产品 以示意市场 要求产品设计精益求精 而批量减少的需求 我认为小伙伴们的市场 要求他们设计小的买家 要求他们设计小的买家 而不设计大的买家 这是非常好 因为你能够看这些地方 如果你想谈到售传统市场 你去店银市场 去店银市场 问他们一些问题 它是好处于买家 和售传统市场 因为售传统市场 要求更多的买家 如果他们的买家 可能是更多的买家 如果他们的买家 可能是更多的买家 如果买家更大的买家 要求更多的买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